群長歡呼了 好多喔 太誇張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又盛 終於抵達了傳說中的海龜天堂 橋流橋 因為跟海龜怨言有點深 我們在澎湖算是帶著孩子 去保護小海龜 啊那裡 欸欸欸出現了 1 2 3 4 但是呢我們只能隔著玻璃箱 看著小小的小海龜 所以我想帶孩子體驗 所謂的海龜四步群 岸邊觀察 潮間帶 紅潛 深潛 所以我們特別來到了這一間 大海的天空民宿 因為這民宿特別的 並不是這個希臘風的純白建築 而是那個老闆天哥 算是在地對生態非常了解的當地人 是生至少20年 所以我們想請他帶我們體驗海龜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那當然第一步就先帶大家看看民宿囉 我覺得現在小琉球的一切 跟海龜真的大有關係 欸呦 幼稚海龜 還有點像迷宮 因為我去過很多歐洲的山城 這棟是真的像山城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是漁頭 這在這 哈囉 天哥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到小琉球 所以要麻煩你讓我們認識 健康又很 真的強烈體驗的方式體驗可以 好啊 可以啊 好 喔喔喔喔 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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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喔喔喔 這是我們打算從水面上看海龜的角度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 好 這也太大了吧 哇 哇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這水面看海龜 而且好多隻有大有小欸 這邊也有 這裡水面目真的至少十隻 我覺得海龜換氣很可愛 它就是那種真的跟我們游泳很像耶 就下去了 喔喔 換氣很可愛 對喔 撿煙蒂 我們一起來撿煙蒂 孩子們也在幫忙撿煙蒂 我覺得小琉球最嚴重的除了飲料杯之外是煙蒂 煙蒂真的超煩的 我看到我頭會毛就是它在港邊 居然抽完煙直接往下丟 我曾經在澳洲大寶礁看到有一個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旁邊所有人撲向他 撲倒握住他的手 不准他把煙蒂往海裡丟 對於這種事我其實非常憤怒 沒有認為抽煙不對 但是請你不要丟煙蒂 你身上可以帶任何盒子 不要讓小孩子自己要在這邊幫你撿 謝謝你們 謝謝 那邊那邊就是海龜了 是嗎 是是是 對 不會吧 一二 哇塞在這咧 這次頭燒掉 群長歡呼了 嗚呼 好多喔 太誇張了 要閃一下海龜喔好不好 我們這邊走過來 小琴來來 好 小琴來來喔 他也會破浪嗎 跟著 剛剛是海龜飄走了 不然在補捲去看到海龜 其實他都比較不正常 這個我去詢問一下這是不是海龜 天哥 這個是海龜便便嗎 對 海龜便便 不錯吧 對 海龜大便便便 真的喔 看著他健康還不健康 健康啊 很健康啊 健康是不是 很難找對不對 你想摸摸看嗎 你要握著然後 拍照去拍 結果今天海龜最近的距離是 滿大便便 拿一隻手摸不要摸我 你不要這個樣子 沒關係 接下我們還會去浮潛 所以呢 應該在浮潛裡面 可以更接近海龜吧 不要刻意 但是呢 應該會更清楚的看到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叫龍蝦洞的地方 全程只要趴著就好了 不要去摸孩子 不要往下去 假如可以這樣拍到的話 就是六到三十萬 孩子們可能不懂什麼 什麼叫碰到要六到三十萬 我想回去會被拔鬼 這樣怎麼會知道 不要去摸孩子 不要往下去 可以啊 妹妹你搞什麼 喔好綠肉寶貝 哈哈哈哈 因為臉巴超緊張的 什麼啦 她依然是害怕孩子 沒關係 不要怕 我保護你 今天會看到很棒的東西 天啊 小朋友們要衝向大海了 首先要不被浪打爆才行 等一下 會不看到是不是 好大隻 超大隻 超大隻 看誰大隻 超大隻的 你看 都在這裡 超大隻的又過來了 我這個波動會跪 我這個波動會跑 你嘗开什麼 你看到嗎 老婆 打開不到 我冷靜 好 冷靜 我冷靜 我冷靜一點 放在雪板上 尹尾 男女士 我感到很快 其實我每次都很想 有一種心態 有點下去的那一刻 等一下就有點不想起床 我剛剛有跟海龜有一段 我自己跟他游 海龜就是在吃東西而已 他沒幹嘛 那你就會覺得 對他吃東西好療癒 我覺得超棒的 我今天最大的突破是 把耳朵都放到水裡了 你好棒喔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潛水 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必須承認大家現在在微薰真心旺日 因為我們請教了潛水教練 想要讓雷媽去體驗生前 大部分教練都說要醫生開證明 因為他今年做了心臟手術 雖然我們自己平衡是OK 但是小琉球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 算大家的整個島的媽媽 立雲寺的觀音媽 聽說所有事情都是必須問過觀音媽 就連天歌在娶大嫂的時候 然後問說 到底要開車去 現在還是扛叫子 滑了三杯 結果開車不行 就是最後扛個叫子 把大嫂接回來這樣 就是要去問觀音媽 到底雷媽可不可以潛水 如果不行就不行 如果可以的話 就要打這個東西問教練說 怎麼樣 觀音媽說可以 要不要大嫂接一下 然後看看教練們的反應 喔你拿什麼 健康聲明書 我不是對科學這麼認同的人 你提的如果去問觀音媽 總統的雷媽潛水 如果他說潛水的話你會帶嗎 如果觀音媽說可以的話 可以 可以喔 我覺得在我的觀念上 那我還是要過去醫生 喔 OK OK 好明白明白 但是我會接受這種觀音媽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了 保留求人最尊敬尊敬的 觀音媽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要玩水上活動 或是做一個體驗 我也來問 了解我的就會知道 我到每個地方入境隨俗這件事情 是我很在意的 老實說 並不是說在 並不是在開玩笑或一夜雨 而是我真的想知道 關於在地人的選擇的時候 如果觀音媽真的 怕評估可以 像我們今天就評估可以 雷媽自己都覺得自己身體可以 天氣很好 但是到底我們要不要說這件事情 來問觀音媽 我就來看結果 好雷媽已經買好了 去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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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怎麼問問題 沒有我就說我是誰誰誰啊 然後今天中午 然後可不可以跟著教練 然後他如果要問性 那麼生情這樣 這樣子嗎 ok 把這個消息告訴那個 告訴教練 教練 我就喘了 我跟阿天講 教老師他們說 我們現在是這個狀況 問教練 他願不願意帶這樣子 好 好 那就請教練安排囉 那我們就先回去囉 那我們就先回去 我有點尷尬 其實我內心有一點點覺得說 要不要去挑戰這個東西 你這樣為難人家 教練這樣好玩 但是如果乖媽覺得可以的話 我希望今天我們可以有一個很棒的拍攝 可以很棒的紀錄跟大家分享 OK 那就先這樣 這個潛水教練想要過港 過港 怎麼了怎麼了 他去哪了 所以他現在不敢面對 過港是什麼意思 教練已經很小流球了 發心情 哇天啊 我們真的是逼人逼死 老皮我真的要把你的畫面表想 先去找醫生 做完該有的程序 再說 關於媽同意 我們還在先送這個大家做事 好 現在結論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任何醫生證明 因為呢 大家都不願意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 關於媽要讓我們知道 就是這兩頁都非常專業跟謹慎 你就是一定要有合法的程序 沒有想要硬闖喔 但是呢 如果我當時就刮模龜的話 那可能就直接 你就沒有要試這個事情 你就不會知道大家要這麼重視這個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之後 還是要去大醫院 然後去做整個心電圖 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們在劇烈運動後其實是OK的 那有這個東西我們自己也安心 醫院也安心 叫我們自己去從事 這些有一點點風險的活動 這樣大家都會做事做得很好 好 我覺得這也是 應該是關於媽想讓我們知道的吧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沒有要去潛水了 等於媽不去 我也不去 然後我們就想其他活動 看看小水球這麼美 所以我們就留一點遺憾 下一次再來這邊潛水看海龜了 所以海龜四部曲的結局 居然就在這裡ending 就是第四部沒有做到 下一次再來 我其實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稍微放棄的話 跳這部戲其實就會很好 因為我還沒有 我人生啦 還沒有整個頭 在水裡面過 沒有埋進水裡過 游泳都沒有 我游泳 然後走了這一回合之後 就是感受到其他人的緊張 就覺得 真的 不是 如果趙蕾媽在描述的話 我跟你講我也不敢帶他下去 因為在真的生前下去 你只剩氧氣瓶跟你 這些機具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念頭是亂掉 你就沒有辦法安全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阻止我們 我只能說非常感謝你們 我下次會帶蕾媽準備好 再一起潛水 好啦 那這集就這樣囉 海龜四部曲結束 嗯 掰掰 加油 加油 全速前進 全速前進 怎麼最後一趟是這樣